我们现在已经下了飞机了 要去赶紧找点吃的 太饿了真的 现在还在广州啊 咱们是一个广州的特色 哎 是师傅 鲁哥是你这边的特色吗 也算是吧 现在不是去的北京公网吗 那个可以是吧 那个那家店 可以是吧 OK 师傅都说可以 那咱们就去那家 可以可以 走 百丽鸽王 他们当地人说这家店 还是不错的啊 咱们就吃这家了 这个点什么来 红烧乳鸽 来三只乳鸽嘛 招牌是吧 鸡饭啊 这个饭 对 有鸽胜鸡饭 有鸽子鸡饭 鸽胜呗 烧珍珠手 饱着黄瓜 跟我的吃啊 行 这这些吧 谢谢啊 咱们今天就尝尝 广州这边的乳鸽怎么样啊 因为之前我是吃了 飞鸽烤的那个鸽子是吗 其实味道还行 今天咱们尝尝 特色正宗一点 这个是罗汉果水 来 先干一个 来 能在广州天楼一下 来 吃起吧 还差一个鸡饭 拿这个乳鸽看起来 真不错看着 所以为什么要红烧的你知道吧 因为它颜色好看 你们看看 有没有十月 我这闻着是真香啊 哇 这皮很脆 真不错 可以可以可以 我感觉这手艺在这 都卖50都不贵啊 我尝这个酥皮啊 看一下 这个皮黄黄的 我感觉它像那个泡椒子一样 你知道吧 嗯 这个味道我说不上来 它是不是应该蘸着汁吃啊 它底下就是汁 哇 这个是真不错 赶紧尝尝 这么不错 老吴尝尝 这是猪肉 哦 对了 老吴不吃猪手 是吧 那就我俩吃了 虽然说我不吃猪手 但是这个鸽子 太美味了 它这个皮很酥 等会如果吃完还没吃饱的话 咱们就再 有人再打包一只回去嘛 啊 真香啊 猪手啊 它里面有花生碎啊 这个猪手 这个沙姜吃起来不会特别的 因为有些人可能觉得生吃姜的话呢 会觉得稍微接受不了 不过这个不会 哇 猪手确实不错 它吃到四号不会腻啊 一点都不会腻 老吴那你就多吃点乳鸽好吧 可以可以 我这流油啊 我这流油啊 骨头都能吃啊 嗯 对啊 好吃啊 这个头 你再咬好好吃 你相信我 可以吧 哦 好吃啊 好吃啊 你咋就飞了啊 虽然这个头比肉不好吃 哈哈哈哈 哇 这猪肚子真香 哇 它的鸡太有那个弹性了 超香啊 哇 来哇这个你怎么那么沾的 这个饭是 鸽肾 鸽肠鸡饭 鸽肾 对鸽子肾 不是那个鸽肾 看来跟保仔饭差不多 不看来挺好吃的啊 来 对 搭起来嘛 来 这里面是不是也放了沙姜啊 嗯 棒 就有那种香味 我第一次吃这个沙姜饭了 我觉得有可能是像什么 你知道吗 煮饭的时候它里面搞了一点姜汁在里面 不过蛮不错的 我感觉 还可以 还可以 香了 看来我点这个歌肾 但是点对了 这个肾的话呢 吃起来是有那种特别强的嚼劲 果然饭里面越嚼会越香 如果你拿肉的话呢 可能就会没有这种歌肾的效果好一些 就是这个名字不太好 鸽肾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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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鸽子肾 来 好了 朋友们 咱们吃的也差不多了 最后这剩下的我们就打包回去 留着等会回家的时候当个夜宵吃 老吴你如果不喜欢吃这个饭的话呢 那就我俩打包了 行吧 那猪手我也打包了 要不给你再买只鸽子吧 那让老吴带个鸽子回家 对对对对 可以 好吧 那咱们就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 又打包了三只鸽鸽啊 回去吃